8日西南裂峰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尼坦已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 天文台為中午考慮改發3日強風訊號 尼坦現在集結在香港西北大約9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25公里 逐漸移入廣東內陸 天文台說尼坦逐漸遠離香港 但本港仍普遍吹西南裂峰 預料8日裂峰或暴風訊號會在今早維持 市民應該保持警覺 現在大部分地區的水位已經比正常潮水位上升超過0.5米 部分低瓦地區會出現水浸和海水渡滾 雖然離坦已經減弱成為一個強烈熱帶風暴 和逐漸遠離香港 但香港普遍現在仍然吹著裂峰程度的西南風 而預計8日裂峰或暴風訊號在今天早上會維持 所以市民仍然要繼續提高警覺做好防禦措施 再和在鴨利州的竹子欣談談 竹子欣雖然風逐漸遠離香港 但你那邊的風勢仍然很大 沒錯 這裡的風勢絕對沒有減弱度 好像可以半島 譬如我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可以說是暫時站在幾個不同的位置 因為我一定要紮行馬才能站穩 有時我需要同時協助才能走路 這區的情況就這麼厲害 至於其他區的情況是怎樣 詳情由閃城峰說說 風凌晨4時登陸 風向也慢慢轉 由西北轉吹西南風 西環台邊湧起大浪 西北轉itting 中間風向也很合理 風勢強勁 一塊報時牌吹掉了 差別打中在採訪的記者 海水涌上岸 南區的海宜半島 亦都非常当风 有人在八路风球之下都要开贡 我们先走我们的岗位 水鞋 雨衣 带着衣服回医院换 一定是湿的 来了来了 记者要站稳都不是那么容易 半夜各区都感受到泥坦的威力 不过有树枝受不住风力 跌下来压着泊在那里的三架车 没有人受伤 上环就有卫星祸被强风吹掉 有大客跌到行人路 幸好没有打中人 西湾河海边亦都相当大风 他们脚步都有一点不稳 有人就联群结队去尖沙咀 说要感受风力 他们说没什么见过风 那就带来看看 我劝大家今天都不要出来了 危险啊 危险啊 马安山亦都横风横雨 近着海旁最大风 天文台预测 这两天都会有狂风大雨 之后几天天气才会好转 有线电视记者闲晴晴风 现在在这里其实都很大风 还有基本上我都有时 除了拆不过马之外 都一定要按住头盔 因为都真的很怕会吹掉 外面这么大风 你都要小心一点 和你谈到这里先 国区的水位早早开始上涨 在里沿门海仙街 水位较平日高 有海水涌入了露台 居民已经堆好几层高的沙包 以防海水上涨倒灌 国区的水位都较平日高 侧如冲陆德的水位 比正常高0.5米 天文台说未来几个小时 正直是漿潮 国区预料水位会再上升 港铁目前正提供有限度服务 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 细铁线、马鞍山线、东冲线、机场快线 烟时每10分钟一班车 冬铁线每10至20分钟一班车 将冠澳线每10至15分钟一班车 轻铁线每10至12分钟一班车 接驳巴士每15至25分钟一班车 九巴和农运巴士宣布 除了K12、K14、K17和K18号 以及S1和S64号提供有限度服务 其余日间巴士路线暂停服务 受到风暴影响至少150班航班取消 机管局今天会重新编排航班 预计下午6点前可以处理200班来往香港的班机 不少旅客在机场通宵等候 有人坐在椅子上休息 也有人直地移睡 机管局今天会重新编排航班 预计可以处理200班来往香港的班机 呼吁旅客出发之前留意机管局的网验 或者向航公司查询 太航一班飞去苏梅的航班 早上开始为乘客办理登机首重 航班原定在9点05分起飞 暂时要延迟到11点 有旅客说看到飞机没有取消 早点来机场等 在8号新南聂峰或暴风讯号下 按照港交所的交易安排 开始前时段取消 以及港股上午也会停市 若在11点前解除讯号 下午交易时段会如常在下午1点开始 若11点至11点半期间解除讯号 下午交易时段会在下午1点半开始 11点半至中午12点期间解除讯号 便会迅延到下午2点开始交易 中午12点后才解除讯号 便会全日停市